那么的话,我们刚刚做了一个HTML的基本结构 基本结构大概是这个样子,是吧? 这样一个样子,大家敲了一遍 好,我们的这个基本结构实际上这里面漏掉一点是什么? 这有个LNG什么?等于EN这个东西,是吧? 它大概是什么?是写在这个地方的,是吧? 比如说这个LNG等于这个EN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什么呢?就是定义这个网页的语言 定义这个网页是英文的或者是中文的 这个东西的话不是太重要,可有可无 这个东西可有可无 它是干嘛的呢? 它是什么呢?它一般作为统计用的 一般可写可不写 那么如果说你定义网页的是英文的话,是什么呢? 是LNG等于什么?EN,是吧? 那么是定义网页的语言为英文 如果说这个网页是中文的话 那么你就LNG等于什么? DHCN,是吧?这么写,是吧? 这个写什么?DHCN,这样子的啊 好,这是定义这个网页的语言是中文,大概这个意思 好,这是关于这个HTML的一个基本结构 好,那么的话,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HTML文档的类型 什么是HTML文档的类型呢? 刚刚我们敲的这个HTML实际上是什么? 我们敲的是H5的文档,明白吗? 我们敲的是HTML5的文档,HTML5的文档是这样一个结构 实际上的话,目前流行的两种文档的话 一种是H5,这种是H5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是XHTML1.0,这样一个版本 为什么要说这个版本呢? 那么我们的很多PC端的一个页面呢 很多是以这种文档的类型来创建的 那么大家在后面项目开发中可能也会碰到,是吧? 那么这个文档类型跟我们的这个H5有什么区别呢? 实际上是区别不是太大啊 主要是这几点啊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一个文档声明啊 一个文档声明啊 它比较长,是吧? 然后的话还有一个这个的声明,是吧? 这个声明 加上一个什么呢?编码声明,是不是这样的? 编码声明啊 好,那么这个编码声明的话,它也比较啰嗦,是不是这样的? 好,那么策列这个文档的话 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就用快捷键来创建的啊 比如说创建这个XHTML1.0这个版本啊 好,比如说我再来新建一个,是吧? 在这个上面点右键,DUFIRE,是吧? 比如说是002啊 比如说XHTML1.0 1.0 1.0啊 然后文档类型啊 然后是 这个是什么呢?文件名字的啊 这是文件名,是吧? 然后的话是 后面是.html,是吧? .html,这个是什么? 扩展名,是吧? html,扩展名,是吧? 好,然后的话这个输入完之后,然后按Ctrl-X,是不是可以存下来啊? 存到这个里面来,是吧?保存,是吧? 好,保存完之后,然后的话我这个里面 把它上掉 好,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记得我们之前是 如果是H5的文档,直接什么,按一个什么呢? 杠单号,然后按一个type键,是不是就可以了?是吧? 这是H5的文档啊 好,那么的话,如果说我想创建 1.0这个版本呢,怎么创建呢? 那么就是什么? html,是吧? 然后是2.xt,这种方式创建 然后按一个type键 按一个type键 那么就生成了,是吧? 大家看一下,它跟这个H5文档的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是什么呢? 它这个什么,文档声明就这么大一串,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很啰嗦啊,是吧?很啰嗦啊 那么这个是H5的文档声明,是吧? 这个是XHTML1.0的声明,是吧? 那么大家只要看到这一块就行了,是吧? 这个有个XHTML1.0,是不是这样的啊? 大家看到这个就行了啊 那么其他的,实际上是 我们在编写的时候,实际上是不关心这其他的东西,是不是这样的啊? 我们根本就不关心 所以说你写在这一大串,实际上是没意义的,是不是这样的啊? 所以说H5根据它这个情况的话,进行了什么? 精简吧,进行了精简,这是第一点啊 第二点的话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编码声明,是吧? 这个编码声明的话,这个地方,是吧? 它也写了一大串吧? 实际上主要的什么呢? 这个功能是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这样的啊? 所以说它也做了精简吧? 做了精简,直接精简成这一句就行了,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是H5的啊 好,那么呢,还有比如说这个地方,是吧? 声明这个网页的语言,它也写了一大堆,是吧? 写了一大堆啊 这个的话也不需要写的太多啊 那么H5是这个 H5是这个 好,那么大家穿进这个文档的时候 大家尽量用快捷键吧 要你敲肯定敲不出来,是吧? 这个太麻烦了,是吧? 敲着也没意义,是不是这样的啊? 我必须要敲这么多东西,是吧? 没意义 它实际上是W3C做广告的一个东西,是吧? 是不是做广告啊,是吧? 比如说这个是我创建的,是吧? 这个标准是我创立的啊 你们记得我,是吧? 我才不想记得你了,是吧? 用就行了,是吧? 好,这是关于这个XHTML1.0这个版本啊 那么这个版本的话,除了这几点区别之外 还有什么区别呢? 还有什么区别啊? 还有区别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H5新增的一些标签啊 H5新增的一些标签和什么元素的属性啊 这东西呢,我们在后面会讲到啊 其他的基本上一样用 其他的基本上是一样的啊 没有什么区别 啊,H5除了H5新增的一些东西之外 其他的都是一样用的啊 都是一样的啊 所以说大家后面再碰到这个 这个文档类型的文件的时候 大家把它当H5一样用就可以了啊 一样用就行了 好,这是关于这个文档类型 好,这个文档类型 好,接着我们再往下看啊 那么的话 往下看这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HTML实在有一个 关于HTML的注释,是吧 注释的话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我们在HTML里面写一些注释的信息是怎么写的 注释的话最终是什么 注释是不会放在页面上进行渲染的吧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写个注释是吧 比如说写 比如说写一个注释 body里面写个注释是吧 好,那怎么写呢 那么在这里面 一个监控号是吧 一个感参号 然后杠杠是吧 杠杠 好,然后的话 在杠杠 然后一个大语号是吧 然后结尾 然后你就可以什么 把HTML里面的注释写到里面去 是不是这样的啊 HTML注释 好 那么这个注释写完之后它是干嘛的呢 它是方便我们进行编码用的 是吧 在编码里面写一些说明 方便我们看代码了 是不是这样的 它这个注释是最终不会渲染到页面上的 是不是这样的 好,比如说这个页面我再来看 是吧 再来看的话 那么怎么样 那么CtrlAlt加F 是吧 那么这个注释 是没有吧 只有我写的再几个字吧 是吧 注释是没有的啊 注释是方便代码编写的时候用的 不会渲染到页面上 好 这是关于这个HTML的注释 好 那么呢 这个敲的话 它的这么敲啊 一个监控 一个什么呢 杠杠 是吧 然后两个杠杠 然后监控号结尾 好 是这样子了 是吧 好 好 那么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我们学这个HTML 实际上是学的什么 学的标签的用法 是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就是标签的用法啊 那么常用的标签 也就那么二十来个啊 二三十个吧 大家学会这一标签的用法 实际上就学会了HTML 实际上是比较简单的HTML 好 这是关于这个HTML 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的话 刚刚的话我们也说到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这个文件是吧 这个HTML的这个文件啊 它的扩展名是HTML 是吧 那么的话 我们怎么样呢 打开这个文件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是可以用什么呢 用很多方 很多种方式打开吧 是吧 我们打开的时候 可以用什么呢 用这个subline打开 是不是这样的啊 是吧 open with subline 是不是这样的啊 可以打开啊 好 打开这个文件的时候怎么样 它是这种代码的形式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同时的话我们双击它 是不是它会用什么 浏览器打开吧 或者我直接点什么呢 点右键 然后打开方式 选择这个浏览器也可以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实际上都是打开它 是不是这样的啊 它是用浏览器打开啊 浏览器打开之后 它是怎么样呢 它显示的是这样一个东西是吧 你写东西是吧 前一个吧 好 这个东西啊 好打开 然后用这个浏览器打开是吧 那么它就显示这样一个东西是吧 好 写出这样一个文字这样一个东西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文字 好 那么的话 大家有没有想到 为什么它们两个什么呢 用不同的东西打开 显示的不一样呢 这个 用这个代码打开的时候是吧 用浏览器打开的时候是显示的是这个 是吧 用浏览器打开是显示的是这个 是不是这样的 打开的是同一个文件吧 为什么它们会显示的不一样啊 是因为什么我们的编辑器什么呀 它不认识这些标签的它的代表的意思吧 它只认为它是一些字符串 是不是这样的啊 所以说它怎么样 它直接把它写成什么 就显示成什么 明白没有 啊 但是我们的浏览器 科尔浏览器怎么样 它认识这些标签吧 它会根据这些标签怎么样 把它渲染成网页 是不是这样的啊 渲染成网页啊 好 这就是什么呢 不同的 东西打开这个文件 显示的不一样 是因为什么 浏览器认识这些标签啊 它认识这些标签 比如说 它这个是网页上显示的啊 比如说它这些标签的话是怎么样 是什么 一些设置信息 是不是这样的啊 我不会显示在网页上 明白没有 它认识这些标签啊 好 这就是它打开的这个原理啊 打开了 所以说我们一个网页的实质是什么呢 一个网页的实质 实际上就是这些代码吧 是吧 网页的实质就是 是不是就是这些代码呢 我们写这些代码实际上就是在 就是在什么 做网页吧 写代码就是在做网页啊 写这个代码就是在做网页啊 只不过不同的东西打开它 显示的不一样而已 是吧 那么的话 一个HTML文件 就是一个网页吧 一个HTML文件 是不是就是一个网页啊 这个要清楚啊 一个文件它就是一个网页 只不过不同的东西打开它 显示的不一样而已 是吧 好 这是这样的啊 那么 之前有人搞不清楚啊 这个跟网页有什么区别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HTML啊 好 那么既然我们说了 就是学这个网页制作的话 学这个HTML啊 好 学这个HTML实际上就是学什么 标签的用法啊 实际上就是学标签的用法啊 那么标签的用法 那么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HTML里面有哪些重要的标签呢啊 我们只要怎么样呢 把这些重要的标签学完 那么大概的我们的HTML实际上就会了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HTML的一些重要的标签 首先是一个什么标签呢 就是一个什么 标题的标签啊 H标签 是吧 好 那么刚刚的我们学的标签实际上已经学了什么呢 学了几个了吧 学了一个是吧 这个是文档圣明的标签吧 两个吧 是吧 好 三个 四个 五个 是吧 是吧 学完六个标签的啊 接下来我们再来学这个什么呢 H标签 好 H标签的话实际上它是什么呢 就网页上是什么 做标题的标签啊 标题的 我们网页上做标题的话就要什么呢 用到这个H标签啊 那么为什么单独把它拿出来说呢 这个标签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说它很重要呢 那么我们搜索引擎啊 为什么呢 会去读这些标签啊 读这些标签 为什么呢 就是搜索引擎啥就是爬虫嘛 爬虫啊 大家也会学到爬虫啊 我们说的这个搜索引擎爬虫就是指的 实际上就是指的百度的爬虫 没有 就是指的百度的爬虫啊 国内基本上都是用的百度吧 是吧 也有其他的搜索引擎是吧 那么他们的爬虫机器人爬的就是 就是爬的这个标签是吧 整天是吧 那么这个H标签是一个很重要的标签 为什么呢 它通过爬这个标签来理解这个文档的结构 没有 啊 什么结构呢 比如说H1是什么呢 一级标题 啊 H2的话就是二级标题 啊 它通过这个标题的结构来理解你这个文档 这个页面呢 它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大概有几个段 啊 几个节 几个章节 明白没有 啊大概是这样子啊 那么那么爬虫它怎么爬呢 它怎么会自能的去认识呢 这是它写的代码是吧 是吧 到时候里面也会学爬虫 怎么去爬这些东西明白没有 它会去主动去找这些标签啊 所以H标签是很重要的啊 H标签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H标签啊 同样的新建一个啊 新建一个 然后是 103啊 这个是 H 好保存一下啊 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用什么呢 我们基本上用这个H5的文档来讲 好吧 用H5的文档来讲啊 然后的话我输入一个感的号 按一个tap键是吧 就是新建的一个H5的文档啊 是不是啊 好 然后的话这个标题的话我写成什么呢 这个标题啊 标题标签啊 标签啊 好 好 那么的话这个H的标签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显示标题的 我们知道网页上显示的东西都是放在什么呢 body标签里面吧 大家记得啊 网页上显示的东西都是放在body标签里面 所以说我们要把什么 是吧 标题的标签放在什么呢 body里面 大家记得啊 后面网页上写的东西都放在这个标签里面 有没有没有 都放在这个body标签里面 好 比如说我要创建一个一级标题 是吧 那么怎么创建呢 就是H1 是吧 H1就是一级标题 是不是这样的 好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比如说是个人主页 是吧 个人主页 好 那么这个写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是吧 这个写完之后来看一下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是吧 那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有一个个人主页的一个标题在这里啊 是吧 同时的话大家记得大家看一下这个H1标签它的文字是不是比较大的是吧 同时的话是加粗的吧 同时是加粗的啊 那么大家想一下这个H1标签是不是带了 是不是带了样式啊 是这样的 它本身是带了样式 带了样式的 什么样式呢 就是说它把文字变大了吧 同时把文字给加粗了吧 是不是这样的 好 这是关于这个H1标签啊 H1标签 好 这个是H1标签啊 那么的话 还有什么标签呢 那么H1标签是一级标题 那么二级标题是什么呢 二级标题是H2 那么很好理解是吧 H2是吧 好 比如说H2 我按H2 然后按Tab键 是不是H2啊 是吧 H2标签 比如说这是二级标题啊 二级标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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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标题是吧 好 二级标题写完之后 那么就是什么呢 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是吧 这是什么二级标题啊 二级标题的话 和这个个人主页这个H1标题 是不是什么样 比它文字比它小啊 它们之间是不是还有间距啊 是不是这样的 这两个文字没有挨在一块吧 好 大家记得这个H2标题 是不是它本身有样式 有文字 文字大小 还有加粗 然后怎么样 它之间还有间距吧 是不是这样的 它们之间还有间距啊 那么这就是说 这个H2标题本身是带了什么 样式的 明白没有 本身是带了样式的 好 这是二级标题啊 好 那么一级标题二级标题 大家理不理解啊 理解 我们在这个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文字 看一本书啊 看一本书啊 这个书是不是有目录啊 目录比如说我们看这个 是吧 比如说这上这种东西 是不是属于一级标题啊 是吧 比如说课程介绍 什么 前段开发概述 是吧 这个是不是属于一级标题啊 是这样的 比如说这个H2标题 是一级标题 而且一级标题里面有H2标题的 有H2标题的概述和基础结构 这个是属于什么 二级标题吧 明白没有 那么一级标题二级标题实际上是什么 章 类似于章 然后章里面有小节 节里面有小点 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类似于这样一点啊 好 那么的话 其他的标题大家很好理解的 比如说三级标题四级标题啊 比如说很好理解的啊 比如说这是 H2标题 好 总共有六级标题啊 比如说这是H3 H4 然后H4 H5 好 好 这么写完了大家看一下啊大概是这样子是吧 我来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这就是几级标题它的样子 是这样子啊 每个标题它都有什么呢 它的什么大小啊 以及是每个标题都是加粗的啊 同时它们有自己的间距 大概是这样子的啊 好 这个比较好理解吧 好 而且这个标题的标题是什么呢 是层内出现的吧 大家记得啊 比如说H1它有一个反斜抗H1 是不是这样子啊 这个应该是比较好理解的啊 那么为什么要把它当作拿出来 实际上这个标题的标签是在我们什么 在实体开发中是很重要的啊 一定要学会用这种标签啊 用这种标签 好 这是关于H标签 好 那么大家看一下我们是不是一下子学了六个啊 是吧 是不是一下子学了六个标签啊 学了六个了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厉害吧 好厉害啊 好 也就是二三十个是吧 我们大叔差不多学了十二个了 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标题的标签啊 标题标签 后面我们还会反复强调的啊 反复强调 就是说这个标题的标签 它是针对什么呢 搜索引擎优化啊 有一个什么叫SEO啊 SEO啊 大家有没有觉得 我们此外还有一个学科叫什么呢 网络营销 大家有没有听说 网络营销里面实际上是做了这一块 学了这一块 叫做什么SEO 是吧 搜索引擎优化 叫SEO 搜索引擎优化是干嘛呢 实际上是什么 我们要做一系列的策略什么呢 来讨好什么 讨好搜索引擎吧 实际上就是讨好什么呢 百度的那个什么呢 爬虫的程序 是不是这样的啊 讨好它是吧 包括我们什么样 我们要把我们的文档结构写得很清晰 然后方便它去读这个文档结构吧 是吧 你的文档结构如果很乱的话 它觉得你这个网站很乱 它会怎么样 对它不友好吧 它把你的网站往后排吧 明白没有 是吧 你的网站越有好的话 头份越高的话 就在搜索的时候什么呀 把你的网站往前排 是不是这样的啊 往前排啊 这样子的啊 那么不排除什么呀 有的网站排在前面是因为什么 花钱的吧 这个另外说啊 这个另外说的啊 如果不花钱的话 就按照这些规则是吧 那么的话 就是要把网站的结构写得非常好 是吧 那么其中有一点的话 就是要用这些标签啊 用这个H标签 好 就是关于这个H标签啊 好 现在说也不太难是吧 不难啊 好 那我们接着往下说吧 接着往下看啊 好 接着来看的是什么标签呢 就是关于这个段落的标签啊 段落标签啊 段落标签啊 段落标签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P标签是吧 P标签啊 P标签的话 那么的话 啊 P标签有针对的 关于P标签的相对的一些东西啊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P标签的话 那么它也是什么 这个文档里面一个段落 是不是这样的 文档里面一个段落的话 那么它也是要什么 它就要显示出来的吧 显示出来的时候 记得啊 也要放到什么 Body标签里面 记得啊 要放到Body标签里面 是吧 好 那么我们可以先写一个H标签吧 是吧 比如说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HTML简介 这个是HTML简介 是吧 简介 好 好 那么这是一个标题的标签 是吧 接下来的话 我们既然说简介的话 我们需要一大段文字来介绍吧 要一大段文字来介绍的话 那么我们需要什么呢 需要用到什么呢 P标签 是吧 P标签 那么就是一个什么呢 P开头 是吧 然后一个P结尾 是不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P标签 然后的话 我们把介绍的文字 放到这个中间就行了 有没有 放到这个中间 比如说我们来 拿一大段文字过来 是吧 比如说这里有大段文字 是吧 好 把它复制过来 是吧 复制过来 然后放到这个里面来 好 粘贴进来 是不是这样的 粘贴进来的 粘贴进来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效果 是吧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段落了 是吧 这样一个段落 好 这样一个段落的话 那么 大家看一下 它是不是有什么呢 跟它之间有点兼具吧 是吧 有点兼具 好 这是一个段落 好 那么这个文字本身的话 大概有一点点 杭高吧 大概有一点点杭高 是吧 那否则它们的文字怎么样 也会挨在一块吧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P标签 大概它也有一些 默认的样式 是吧 有一些默认的样式在里面 好 这是关于P标签 P标签也相当简单 那么就是一个P开头 一个关于这个斜杠P结尾 这样的一个 好 那么关于这个P标签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话 针对它的话 我们有一些 也小的字字点 什么字字点呢 好 来看一下 好 那么我们这个段落 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段落 首先的话 这个是什么呢 比如说它是一个中文的版式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 我们希望它什么 这前面是不是空两格啊 对 是不是希望它空两格啊 是吧 好 空两格之后 假如说我们来这里啊 假如说我在这里 我来跟它空格可不可以啊 好 这样空格啊 这样行不行啊 好 来看一下啊 这是不是空格了是吧 好 好 空格完之后啊 我保存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 好 保存一下之后 然后我来刷新一下 是没有用啊 是吧 没有用的啊 所以说大家记得啊 我们在这个代码里面 在首行进行空格的话 它是没用的 它不认 明白没有 首行进行空格 它根本就不认 明白没有 好 那么你首行空格不认 那么如果我在中间进行空格呢 比如说我这个 呃 这个 首字母缩写 是吧 好 比如说这个的 首字母缩写 我把的后面是吧 空格 看它认不认啊 这里啊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我空格 看大家认不认啊 好 空这么多吧 好 空这么多之后 大家看一下 它到底认多少啊 好 我刷新一下啊 它只认一个 看见没有 是吧 你空多少个 它只认一个 是这样的啊 这是它的这个奇怪的地方 是吧 那么你既然就是说 我确实需要空格 我怎么办呢 那么肯定不能用这种方法吧 不能用这种方法啊 不能用这种方法的话 我们就需要用到什么呢 需要用到一个什么呢 就是这里面说的啊 这里面说的一个什么 呃 制伏实体啊 制伏实体 好 好 这里先说了这个啊 好 这里先说 哦我们先说制伏实体吧 啊 制伏实体 好 换防一会说啊 那么制伏实体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空格的制伏实体啊 空格的制伏实体怎么写呢 就是写什么呢 这个与 MBSP 然后一个分号啊 好 那么这么写很麻烦是吧 那么只要我们的制伏实体实际 只要只用记得三个就行了啊 一个是关于空格的啊 还有一个什么大语号和小语号的啊 记得这三个就行了 其他制伏实体根本就不怎么用啊 我们不需要记那么多啊 记得这三个就行了啊 一个是关于这个空格的啊 空格的制伏实体的话 那么如果说这前面我想加空格 怎么加呢 那么加什么呢 与什么 MBSP 然后是这个封号是吧 那么这个的话 就大概是一个空格了是吧 好 假如说我放两个在上面去啊 再放一个 那么这是不是两个空格啊 两个空格看一下啊 它大概是多少啊 好 我来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这大概是什么呢 半个空格是吧 两个组成一个半个空格 是不是这样的啊 半个空格啊 好如果说我再加多一点是吧 加多一点啊 MBSP啊 好再加 好再来刷新一下是吧 刷新下之后 那么大概就是什么 这是两个空格的吧是吧 两个中文字的空格是吧 两个中文字的空格是吧 那么大概是 这有什么 六个吧是吧 六个啊 那么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不太精确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不精确啊 这个MBSP啊 好 这是关于MBSP的啊 好 那么这是这个封号的两个空格啊 好 那么如果说中间的空格的话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也想有空格是吧 你把它放到这里来 你把它放到这里来 是不是啊 放到这里来 好这个时候我们来看几个空格啊 这个德首字母缩写啊 刷新一下 是不是大概是 一个啊 大概是一个 好这个是不精确的 是吧 不精确的啊 好那么大家可能问问了 那么这个不精确 我如果想精确的控制这个空格怎么办呢 是吧 我们要用到什么呢 后面学的样式啊 实际上我们是用样式来做空格的啊 那么既然用样式来做空格 那么你们为什么要学这个呢 有时候我们一些小的空格的话 我们用什么呢 一两个空格怎么样 可以用什么 用这个啊 大家记得 一两个空格的话 我们就用什么呢 MBSP 没有没有 一两个小空格的话 可以用它 如果是精确的多个空格 我们怎么样 就用样式来做啊 样式的话 我们在 在后面会学到啊 第二天 第二天会学到这个样式啊 样式的话 就可以找到精确的控制 比如说 你控多少个像素 我可以精确的写上 然后他就控多少个像素 明白没有 是吧 那么这种制服实体的 空格制服实体 我们指什么样 就是想少量的 或者是 想做快一点的 少量的空格 我们就用这个符号来做啊 用这个符号来做啊 就这里有两个的话 好 这是关于这个空格是吧 来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 好 这是 那么 还是没有两个字啊 两个字大概是六个啊 大概是六个 好 看一下啊 大概是六个 是不是这样的 好 就是关于这个 NBSP啊 那么他只用来 一些小的地方 小地方比如说 我们要做一点空格的话 那么可以用这个 NBSP啊 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的话 这是关于空格的 制服实体啊 它叫做制服实体 HTML 制服实体 明白没有啊 制服实体啊 就是空格的制服实体 用这个啊 那么还有两个制服实体呢 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这个 经过号的制服实体 啊 经过号的制服实体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我们在代码里面 是吧 这个经过号 是不是这个 是标签的经过号啊 是这样子啊 那假设说 我在代码里面 我真实的我想写一个经过号怎么办呢 比如说我想写啊 比如说哪一个啊 我用P标签包起来 是吧 比方标起来 比如说我拿一个什么呢 十大于一个五 这是可以的吧 十大于一个五 我这么写了之后 大家看一下啊 是不是可以 刷新一下 这个十大于五是可以实现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呢 这样写不规范 为什么不规范呢 因为你这个标签怎么样 我们可能会误认为是这个什么 标签的这个大于号 没有没有 有时候误认为是这个标签的大于号 但是由于它的兼容性的话 它还是把它 渲染成这个大于号的吧 是吧 如果说底下写的规范怎么写呢 那么用这个大于号的字符实体 是什么呢 那么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与什么 与基梯 与基梯 写一下啊 怎么写呢 那么就是 与基梯啊 好 这个与是吧 然后是基梯 然后是一个分号 好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基梯实际上是两个单词 是吧 哪两个单词呢 就是great than 这个意思啊 great就是大嘛 than就是比嘛 是吧 great than 就是与基梯 对没有 好 那么这么写的话就相当于说规范一点 是吧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大于号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字符实体 大于号的字符实体 好我刷新一下 是吧 这个也一样吧 是吧 是不是也是个大于号啊 好 这是个大于号啊 好 那么既然有大于号 那么当然就有什么 小于号的吧 小于号啊 小于号的话那么是一样的啊 小于号的话那么是什么呢 于什么呢 Lt 是吧 等下说是这个 二小于什么呢 二小于八 是不是这样的 二小于八 好 那么Lt是什么呢 就是less than 是吧 less than 比它小啊 好 再来刷新一下啊 那么这个是什么 二小于八吧 二小于八啊 就这么写啊 好 那么大概就是这三个字符实体啊 三个一个是什么 关于这个空格的吧 啊 还有一个是关于什么呢 这个大于号和小于号的啊 大于号小于号的话 在我们html里面叫做什么 建国号是吧 啊 建国号啊 那么的话 你实际上是想在代码里 在什么 显示的时候显示建国号 那我就用什么呢 就用这个字符实体 是这样的 好 好 这是关于这个段落 以及什么 字符实体啊 好 那么刚刚呢 我们还 就是忘了讲一个东西就是什么 什么呢 关于这个换行 是吧 换行 还忘了说了啊 好 假如说这个段落 我现在是什么 这个走行收进我做好了 是吧 好 假如说 大家看一下啊 假如说我就想什么呢 换行是吧 比如说我想从这个 呃 标签这个地方换行 是吧 标记指的是标签 啊 我想从这个地方换行 没有没有 是一种什么 用来制作网页的语言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标记就是标签啊 是一种什么呢 这个地方是吧 我也换行是吧 好 那么我直接在代码里面回车 可不可以啊 好 假如说我在这里回车啊 回车 好 这是不是换行了 换行啊 换行啊 换行 这时候大家看一下啊 我刷新一下 是不是没效果啊 稍微有点变化是吧 稍微有点变化啊 实际上是没效果的 大家记得啊 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没效果的 啊 就说我们在代码里面进行什么 换行这个 什么 回车换行的话 它真的没效果了 它直接把它认为还是一行 明白没有 啊 那么实际上我们真的想什么呀呢 换行怎么办呢 我们就用换行的这个标签啊 什么标签呢 就是这个BR标签啊 好 比如说这个地方想换行啊 BR 这么写就行的啊 大家记得这个标签是什么 它是单个出现的吧 它是一个出现的啊 好 像这种一个出现的标签的话啊 那么这种标签的话 还有规范的写法啊 像这种规范的写法是怎么写呢 那么空个格 然后后面写个写个 这是规范的写法 没有没有啊 那么大家可能碰到这一种写法啊 也有这一种写法啊 这两种写法都行啊 那么到底我规范写还是不规范写的 那么你尽量的规范的写吧 是吧 像这种一个的标签的话 那么你怎么样 在后面空个格 然后加一个写杠就行了 明白没有 这是规范的写法啊 好 好 那么这么写完之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是否换行了 是吧 这个标签这个地方是吧 好 这个地方换行了吧 是不是换了是吧 是不是换好了 好 接下来我现在换这里啊 我就怎么样 把这个标签再复制下来就行了 是吧 复制一下啊 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 啊 它只要是一种强制换行啊 它只要是一种强制换行啊 这个时候我再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它是不是换行了 啊 换行了啊 这个地方应该是超文本这个地方换行 是吧 超文本这个地方啊 好 那么我 我要主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说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段落里面想强制换行的话 就用什么呢 就用这个BR标签吧 啊 BR标签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大概的说了 关于这个段落里面的一些知识点啊 觉得有哪几点呢 一个是什么呢 段落本身是吧 然后再次是空格啊 然后是换行是吧 空格的话用制服实体来做是吧 然后制服实体里面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什么呢 大语号和小语号是吧 是关于这个啊 好